人类前仆后继穷尽一生 也只不过探索了5%的海洋 在还没有被探索的部分里 究竟有多少生物是没被发现的呢 今天我先想是为你带来 你不知道的海洋生物 在1977年前 大家都认为海底瑞泉是没有生物的 直到地质学家杰克克里斯乘坐 深浅气前往科隆群岛热点摊看时 发现海底火山附近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其中一种生物引起了生物学家的注意 这个一处一处长在一起的生物是什么 难道海底也能生长蘑菇 其实这是巨型管型虫 这种生物非常独特 幼石还有嘴和肠 成年后嘴和肠居然消失了 那它们要怎么进食呢 它们不吃上层海洋落下的熟碎片 也不会亲自捕食或散发气味等信号让猎物自投螺旺 它们的食物是那些火山口附近的细菌 并且还与这些细菌形成共生管齐 注意到管型虫顶部的红色部位吗? 这就是它的塞语潜尝着144个血红素 这个部位主要的功能就是 吸带并运送硫化氢及氧气 硫化氢和二氧化碳被细菌吸收 并由此来制造食物 食物以有激化合物的形式 释放到细菌体外 之后被巨型管型虫吸收 巨型管型虫受到来自外界的刺激 它们会将塞语缩回至管中 并利用壳盖将自己封闭于管内 仔细看你觉得这是什么海洋生物 这种生物非常罕见 早在1890年就有科学家对它进行表述 并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名副渡神卡戎命名 但百年过去了 还从来没有人见过它的踪迹 这团生物也变得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扑速迷离 大家都以为这是神话中存在的生物 直到2016年 生物学家罗伯夏洛克 意外地在美国蒙特里湾发现了它 看起来透明脆弱 在海洋的噪音下显得唯美动人 实际上它一点也不脆弱 因为它是很多毫米大小的小生物 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生物群 单个身体最大也只能扩展到九厘米 根本与水母占不上关系 它们特别喜欢按蝌蚪的外观来排列阵型 有一个大大的头部和长长的尾巴 如果不小心被鱼撞破 它们的性命也无忧 只要重新汇聚 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阵型 它们群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自然是为了生存 虽然身形娇小 势胆力薄 但聚在一起变成一个 一米大左右的散状海炮后 它们对海洋的作用可是非常伟大的 为了进食 它们会拍动尾巴 把海水吸到海炮里 因为它们通常以海水中微生物碎屑为生 海炮具有一种特殊的粘液物质 有着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素 总共内外两层过滤 外层过滤到焦大 没有办法消化的食物颗粒 内层进一步引导食物威力 租送到各个小生物的口中 最厉害的是 它们可以在13天内过滤到 蒙特里湾100至300米的水域 对海洋吸碳减少塑料污染 降低全球暖化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当过滤器直消后 它们还可以将其抛弃 在几个小时内生产一个新的 说到海底最美的生物 怎么能少得了水母呢 但这种水母简直美到犯规 就连发现它的科学家都称它非常迷幻 长得像是美杜莎一样 当着高贵迷人的头颅 细细的头发四散 因此它的俗称就是 迷幻美杜莎 它一般只在1000至4000米的 深海水域中出没 在光照微弱的深海中 闪烁着色人心魄的 悠悠红黄色光芒 有着层层的虚 舒展长虚实像是 烟花绽放后的遗孕 在海里中磁伏 一步步诱惑着猎物的心智 待猎物不受控制靠近后 它们就会以顺雷不及炎热的速度 将猎物吞入腹中 一般情况下 陆地上的发光生物 都是为了吸引普通的 不会发光的猎物对吗 但对水母来说 红色光芒是它的伪装色 让猎物降低警戒 因为水母吃的都是发光生物 一般水母难辨雌雄 但它们却异常好辨认 注意到水母散发着 红色的伞盖内部吗 雌性是球状的 雄性则壮似香肠 水母宝宝会躲在 妈妈的伞盖内 小小的非常可爱 在大家印象中 海绵是不是人虚无害 软软的 丝毫没有攻击性 还很可能像海绵宝宝一样 可爱无比 或者想到洗碗用的海绵 那你觉得海绵是植物还是动物 实际上海绵是一种动物 大多数海绵是吃素的 不能行动 安安静静待在海底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它是植物 一般上海绵是被动进食的 每天过滤海水 吃一些睡早 睡屑 然而在加利福尼亚湾 34000米以下的深海中 有一种海绵凶猛无比 它们一般生长在深海平原上 有着一个圆圆的核心 核心内还有四个圆盘 像是花尾一样 对外圈是细细长长的藏丝 看起来就像是海底的蒲公英或雨伞 一副柔若无害的样子 难怪小动物都以为它是植物 常常被骗过去 不过发现它的科学家认为 它看起来像是俄罗斯的人造卫星 斯普特尼克 所以给它的俗称就是 斯普特尼克 卫星海绵 净给它支撑力 却把自己能在烂泥里 站稳脚跟 免受污染 气场的丝线 用来捕捉猎物 那枝干和中间像花蕊一样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这潜藏着海绵繁殖的秘密 它是雌雄铜体 花蕊部分藏着雄精 枝干部分是卵子 看到它第一眼 你会不会怀疑是陆地上的冲气广告跑到海里了 海洋环保组织在新西兰外海潜水师 发现一条长约8公尺的白色管状物体 它看起来像果冻一般柔软 中间是空心的 随着水流 缓慢优雅的游动 看起来像一批滑贵的绸缎 既神秘又美丽 他们是第一次见过这种生物 凭将印象中的海洋学知识 他们发现这居然是活体虫 听名字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只生物对吧 其实活体虫是一种群聚的浮游生物 由数千只个体所粘起来的巨兽 虽然巨大恐怖 好像一张嘴就能将人类吞食 但实际上他们却异常脆弱 怎么说呢 因为本身体积很小 就算聚集在一起时 还会受到海流潮汐和海浪的摆布 无法控制自己的运动方向 所以每个小个体都像是活体公寓里的住户 提供公寓养分和水分 大家必须一起吐水 吸水 齐心协力喷射才能前进 因此活体虫一直处于缓慢移动的状态 活体虫以浮游生物为实 通过吸入海水过滤掉其中的浮游生物后 再将剩余的海水从圆桶的空中处排出 轻松搞定一餐 而活体虫顾名思义就是与光源有深渊 受到不同光源的影响 活体虫体内的发光细胞器就会被激发 发出银蓝色 粉色 浅绿的明亮光芒 梦幻又躲人眼球 由于活体虫一般只在温暖的开放水域虫出没非常罕见 所以它们还有海中独角兽的别虫 你最喜欢哪个罕见的海洋兽物呢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几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